店的交给了来社会实践的小丁弟弟 所以呢小丁弟弟是开心玩吧的老板 对不对 何炯终于让你好星期六 起死回生了 被评为年度综艺 这一期你好星期六 进行了好六街的招商会 以言程序 秦潇贤 丁程兴为首的新店东家 专门为好六街招揽合作伙伴 李一同 碧文俊 陈兴旭 李兰迪都到场 进行心有灵犀的考验 进行最后一轮的合作伙伴角逐 在投资的时候 李雪晴作为合作伙伴 竟然愿意拿出一元来投资秦潇贤 这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而秦潇贤在得知这笔资金的时候 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更是成为了今天最大的笑话之一 从两人的互动中 可以看出 好六人之间的感情绝对是很好的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很深的 然而 这一期的秦潇贤 却像是开了Buff一样 两局都拿到了8888元的最高价 李兰迪不仅想要成为合作伙伴 还想要成为自己的老板 自己经营自己的店面 而李兰迪的这种态度 也得到了栏目组的一致好评 他们很乐意 让他经常来好六街 或者在好六街开个店 作为一个时刻都在基于自己位置的老板 秦潇贤的脸上写满了担忧 但李兰迪的注资 还是帮了他很大的忙 在所有人都拿出了自己最不愿意曝光的照片的时候 李一同的这张照片就显得很有诚意了 他还说 如果拍得不够好 他就让导演换个角度 结果也正如大家所预料的那样 大家看着这张照片都没能把李一同当成一个人 在所有人都在模仿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 严承旭和李雪晴都是一本正经的扮演着角色 然而 秦潇贤却是一脸嫌弃 觉得两人扮演的角色 跟《狂飙》里的剧情一模一样 秦潇贤还将《狂飙》中的那句老默 我要吃鱼给复刻了出来 看得出来 《狂飙》这部电视剧 确实是一部受欢迎的电视剧 而秦潇贤作为一个忠实粉丝也得到了证实 在默契挑战中 李一同宇和谭剑次很有默契地回答了一个我好坏的问题 虽然他们的回答很有道理 但何炯还是对他们的回答表示了怀疑 但在谭剑次的回答下 他们还是顺利过关了 新有灵犀的比赛 让观众们见识到了什么叫配合不错 但不多 严承旭他们拿到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一个大叔 可是 他们三个人都急坏了 连话都说不出来 就差最后一个问题了 第一句话说得很好 可杨迪说到输这个词的时候 严承旭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为是大姨妈这个词 结果一听这话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接下来的比赛 就是一场激烈的比赛了 两支队伍的情侣们 在比赛开始的那一刻 李兰迪和陈兴旭 就像是两个小情侣一样 在比赛开始的那一刹那 全场的观众们 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丁承兴更是一脸猛逼 就像是在看一对情侣一样 只看一眼 就知道他在说好甜 就连主持人都在打趣他们 觉得他们的关注点 都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确实 电影和电视剧里的情侣 都是很难让人抗拒的 尤其是他们之间的互动 更是甜蜜到了极点 不得不说 你好星期六 节目组在挑选演员方面 还是很有眼光的 谭剑次也说 看着两人走完全程 就像是在看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李兰迪被旁边的工作人员 斗得满脸通红 而在后面 导演还给两人 配了一个萌西的表情包 让两人看起来更加的亲密 陈兴旭和李兰迪的出现 让许多观众都笑得合不拢嘴 仿佛又回到了当初看电视剧的时候 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甚至可以说是前世今生 作为一对 碧文俊和李一彤也不遑多让 两人的感情很好 在迪士尼的时候 两人的姿势简直就像是一对完美的情侣 两人四目相对 就像是两个小女孩在镜头前的粉色泡泡 李一彤 碧文俊 陈兴旭三人作为最终的失败者 果然按照节目组所说 他们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换了一套新的账号 远远看去 那些照片千奇百怪 但是仔细一看 却能看出其中的细微之处 而且每一张都非常的好看 在下一期的 好六阶中 好六阶 举行了一场令人惊讶的聚会 王鹤蒂更是在网上发出了疑问 这一次剧组是不是搞得太大了 再加上张星成 孙谦和孟子义 这对情侣在节目中秀恩爱 会不会心有灵犀 会不会时貌和神离 让我们一起展望未来 在微博之夜的投票中 你好星期六 以其出色的策划和精彩的活动 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综艺的称号 这不仅仅是对该节目的认可 更是向所有人表示了 对好六阶成员的支持 如今的综艺节目层出不穷 各种风格都是百花齐放 想要从这么多的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 并且获得微博之夜的认可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因为在目前这个阶段 很多只靠着游戏环节 就能将一档节目撑起来的综艺 想要获得观众的认可 就需要有自己的特点 这几年 何炅以主持人的身份 参加了非常多的综艺节目 而且每一档都非常火 毫不夸张地说 何炅绝对是综艺界的顶流 主持界的扛把子 只要是有何炅在 那就没有圆不了的场 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 在他的场子里尴尬 当然 何炅主持的最坚挺的综艺 还是你好星期六 这档综艺改版之前 就是何炅作证 现在改版了 依然是何炅作证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芒果是真离不开何炅 自从你好星期六 改版升级之后 好六团的成员 真是三番两次的更换 在这两期的节目中 时代少年团的丁程兴 又加入了好六团 其实大家对丁程兴 已经不陌生了 之前不就是快乐限定团的 常驻嘉宾吗 兜兜转转这么长时间 原本以为丁程兴 不可能再回来了 没想到 这么快就又和大家见面了 相比上一次来说 这次的丁程兴 是更加成熟的 不管是在说话聊天 还是抛梗接梗方面 丁程兴已经完全放开了 好像回家一样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丁程兴和秦潇贤两人的 粉扑大战 简直是要把人笑晕过去 丁程兴和秦潇贤两位 都是没有任何偶像包袱的明星 而且非常喜欢玩 当这两人聚在一起之后 简直就像是打开了幼稚开关 看着两个孩子 各种玩各种闹 真的是太有趣了 其实自从秦潇贤来到 你好星期六之后 他就扛起了节目的大部分笑点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反正秦潇贤是完全长在了我的笑点上 在其他综艺节目中 秦潇贤的搞笑每次都能让节目封神 在这档综艺里也一样 在秦潇贤身上有一股子傻劲 让人看的就是喜欢 这种东西是模仿不出来的 有些人装傻会让人看得很反感 但老秦会让人觉得很可爱 其实秦潇贤的傻也是装出来的 真实的他比谁都要精明 当然我喜欢的就是秦潇贤的傻 真的是每次都能让我笑到喷饭 最新一期的节目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秦潇贤谢谢你让你好星期六 也让观众看到了何炯的高情商 你好星期六将好六街所有的商铺 都整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剧情体系 让每一期的内容都充满了创意 再加上选手们的加入 让观众们变得更加沉迷其中 似乎每一场比赛都是有道理的 他相信有了这个奖 你好星期六 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 更多的有趣的游戏 让他真正的成为了一种下饭的综艺 一种电子榨菜